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前陣美軍有多手艦隻都爆發了疫情 所以這些艦隻就要被迫拍到武港的說話進行隔離 於是造成了美軍在西太平洋區域的真空 而中共的解放軍就牢牢地抓住了這個空隙 趁機派出遼寧艦航母編隊 洗經台灣東部的外海一直到南海出巡 看到大陸的小粉紅鬼那麼亢奮 於是在大陸的網絡當中 武統台灣的呼聲就越來越強 本來中國派出遼寧號出巡 主要目的只有兩個 一來就是要拆佬試沙煲 試一試到底美軍的反應會是怎樣 二來就是要轉移國內視線 因為受到全球大流行的疫情影響下 來自歐洲和美國的訂單就大幅剪定 所以使得大陸很多工人都失業 唯有派隻船仔出去公海那樹耀武揚威一番 提振一下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 只不過好衰不衰似似乎過度操作 使得解放軍那些鷹派的代表人物 都要出面把武統台灣的聲音壓下去 根據南華早報的訪問 解放軍的鷹派代表人物喬良說 台灣問題本質上仍然是中美問題 解決台灣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解決台獨勢力 而是要先解決中美實力之間的對比 他就說中國如果要動武的話 美國絕對是有干涉的實力 對於在中國國內相當流行的一種看法 就是在疫情下美國自身手忙腳亂 美軍的軍力收縮 貌似出現了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短暫契機 他就說反對這種看法 除非美國因為疫情從此一蹶不振 否則都只能夠抓住一個戰術契機 不足以解決日後面對的戰略困境 這個他就已經作出了判斷 即是說武統台灣這一招 你暫時要說是不行的 因為台灣問題的本質 其實就是中美之間角力的問題 這位解放軍退役少將所說的話 就真是到位了 好過那些小粉紅一美在喊生喊死 經常說要武統台灣 那時候不是你純粹中國和台灣之間的較量 不看爭面就要看佛面 這位鷹派人物喬良 到底他說有什麼困境呢 如果真的要武統台灣的話 第一 就是美軍具有干預中國解決台灣問題的實力 依據他的判斷 說台海之戰一旦爆發 美軍應該不會直接對大陸開戰 而是會聯合其他西方國家封鎖制裁大陸 特別是用他的海空優勢 掐斷大陸海上邊的生命線 使大陸製造業所需的資源無法輸入 所產的商品也無法輸出 同時通過紐約倫敦兩大金融中心 掐斷大陸的資金鏈 這位退役校長正正道出了一個問題 依據他公開的判斷 就說美軍不會為了台灣而和中國開戰 不管這個判斷是真還是假 是正確與否也好 但是也無損一件事 就是他們根本最擔心的 可能並非是軍事問題 而是經濟問題 到底開戰的時候 當海路和空路都遭到封鎖 那些貨物就不出不入了 因為現在這個2020年去到 沒理由還靠陸路運輸 主要都是靠海路 其次就是空路 最後才是陸路 沒理由來到今時今日 還預依靠田面公路 不是這麼搞笑 所以他們也要考慮到一件事 若然美國制海權制空權都被他拿了 中國的出入口貿易就會徹底完結 所以這番話就反映得出 一旦開戰的即時經濟影響 就會立即浮現 這也是大陸顧慮的因素之一 好了 這位鷹派人物所說的第二個困境是什麼 就說台海一旦開戰 台灣的資金就會全部撤空 企業也會全部關門 全世界都失業的孤島 中國要注入多少資金 才可以令他重振經濟 投入多少人力才可以管治到他的社會 這將會是多大的代價 多大的成本 這個代價和成本難度不會拖累 甚至不拖垮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 所以他也說出第二個因素 就是管治成本的問題 當然他講管治成本 其實他就有一個不當的預設 就是假設老解和台灣開戰的話 老解是一定會贏的 因為他已經想到要管治成本這一步 那你不讓他輸 那輸了就沒得管治 當然他假設一定贏 這個說法就足夠政治正確 但他這個說法都不能錯 因為就算被你打贏了 又怎樣呢 可能周圍都有民變 周圍都有反抗 因為你以德服人 別人才會心悅成復 當時你說要武統台灣 其實就是以力服人 以力服人 那個人一定是不服的 一定那條氣就會撮住頂住 所以他們也要考慮這個問題 當然 現在為什麼解放軍鷹派人物會這麼理性呢 他無非就是要把武統台灣的聲音 在大陸那裡壓下去 到有需要的時候 又派那些小船 又遼寧號 又賓州號 就出海那裡游浮 到沒有需要的時候 又派那些人出來說幾句 把那些聲音壓下去 實情你都已經達到了轉移國內視線的目標 其實之前霸買日貨 都是同一些招數 根本上玩來玩去都是政治操作 這位退役少將最後還說到什麼 就說 分析眼前的台灣形勢民統無望 只能夠武統 但是台灣問題並非兩岸自家的事務 美國擺明要插手期間 的確是有他的實力 現在中國的首要有務 就不是要統一台灣 而是要實興民族復興的長期目標 現在又變成了不是武統 總之一時就一樣 有需要就說是 沒有需要就說不是 好了 在大陸說到這麼火烘烘之際 美軍又有些動作出來 首先就是 在5月4日即是前日 美軍駐關島兩架B1B超音速戰略轟炸機 飛向了台灣東部的外海 據指這次就是B1B轟炸機首次出現在台灣外海的區域 到底飛這隻轟炸機過去有什麼特別呢 有什麼戰略意義呢 第一就是要向腦解亮劍和作出嚴重的警示 因為這架美軍的B1B戰機 其實當它飛到台灣東部外海200公里左右 就已經有具備攻擊到大陸的陸地能力 但大陸方面如何來攔截這架B1B呢 它只能夠通過空對空和陸對空 對付這些長程轟炸機其實大陸就不太擅長了 如果你說空對空的話 首先台灣島就作為了一個天然的平章 那你的飛機怎樣能夠飛到過去呢 來進行攔截呢 如果用陸對空的方法 採用一些長程的防空飛彈 能不能夠攔截得到呢 是不行的 因為距離是過遠射不到的 所以是一籌莫展的 好了 第二個戰略意義是什麼呢 就是其實這架B1B戰機 它本身可以攜帶 24枚射程超過900公里的飛彈 到底那個距離是怎樣呢 如果只計算台北和上海的直線距離 就是700公里而已 好了 如果這架B1B 它根本上去到台灣東部的外海200公里 就已經可以足夠射程 射到很多中國的大城市 而且這架B1B戰機 它是不需要飛到中國有效的防空範圍 才能夠發射 所以這就是嚴重的事件 第三個戰略意義是什麼呢 就是要反制中國的軍事宣傳 因為中國經常要強調一個訊息 就是在疫情下 美國慢慢衰落 中國就開始強盛起來了 一飛這架B1B過去 就已經判別得到高下 所以就是有效地維持得到 西太平洋地區的板塊穩定 以及戰略平衡 好了 除了這個戰機以外 原來美軍也加強了在南海的行動 根據美國國防部長Mark Esper所說 就說中國趁全世界聚焦在抗疫的時候 就採取一些損害其他國家利益的行為 一方面 中國就加強散佈虛假信息 試圖嫁禍給其他人 提升自身的形象 另一方面 美國就看到中國的解放軍在南海氣勢洶洶 包括威脅菲律賓一艘軍艦 撞沉一艘越南漁船 以及威脅其他國家 不要從事海上石油和天然氣的開彩 他就說 針對中國軍隊在南海的舉動 美軍印太司令部加強了應對的力度 加快了美軍在南海行動的節奏 而美軍上星期在南海的兩次航行 就是為了給中國發出一個明確的訊號 美國會致力於確保各國都有在南海航行和進行商務活動的自由 其實很明顯 他正在回應遼寧號在南海的行動 亦告訴大陸 真正的老大哥仍然是美國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